你 依娜 走 严谨哥哥 很抱歉今天临时约你啊 我今天刚好路过你公司 就想让人一起吃个饭 正好雨萱也在 真是太好了 哪有啊 今天啊 她非要让我陪她去雕刻 实在是不好意思 你们不会觉得我多鱼吧 怎么会呢 我也很希望你来 我刚才已经点了严谨哥哥喜欢吃的菜 雨萱你看看还想吃点什么 你看看 我觉得今天虽然是依娜约你 但是我们也要谢谢人家 不如 这顿饭就我们来请吧 你说呢 严诚 对 还是你考虑的周全 听到了吗 依娜 今天千万不要跟她抢着买单 严谨哥哥 那个画展你也去看了呀 嗯 让我猜猜你最喜欢哪位老师的画作呢 是不是印象派的春山老师 还有极简主义的文青塔老师 对 他们的作品我很喜欢 虽然画风简单 但是理意深刻 吃饭就吃饭说这些听不懂的干吗 显得自己支持渊博吗 果然 这么多年 严诚哥哥你的喜好还是没有变过 我还担心我说错了呢 看来我还是很了解你的嘛 在别人女朋友面前这样 我虽然不懂话 但我可比你了解他 来 艳成 你吃这份吧 喜欢吗 凭一个新鲜牛排就想把我打倒 雨萱 那个画展你不是也去了吗 你最喜欢哪位老师的画作呀 我好像 没有什么特别喜欢的 我去趟洗手间 变成 好 你们先聊 许一轩 我打听过了 你之前只是严诚哥哥的四季啊 没错 不过 依娜小姐对我的关注 是不是有些太多了 我不是在意你 而是在意你是严诚哥哥的女朋友 这是我没想到的 我没想到严诚哥哥因为你 倒是变了不少 没错 人都是会变的 但我还是相信 江山一改秉性难移 毕竟 严诚哥哥一直喜欢印象配合 极简主义的画作 一直都没有变 所以很难保证 他对如此平凡的你 是不是只是一时兴起呢 是 是 下周就要开幕了 首站就在市美术馆 希望到时候你能来 好好给我指点指点 好 我会去的 雨萱 你到时候如果不嫌无聊的话 也可以一起来 好啊 到时候看看 要是有空的话 一定得好好去看看你的画站 好 所以很难保证 他对如此平凡的你 是不是只是一时兴起呢 你那么优秀闪亮 我这么平平无期 你是不是会嫌弃这样的我呢 想什么呢 想什么呢 没什么 我就是在想 什么艺术啊 绘画啊 雕刻这些 我都不懂 我不知道怎么样才能帮到你 很简单 就像现在这样 看着我 陪着我 在我累的时候 给我充充电 给我充充电 凌娜 不好意思 失陪一下 严陈哥哥 我还怕你太忙慧失约 没想到你真的来了 我简直太开心了 你帮了我这么大的忙 我当然要来支持你了 祝你的画展圆满顺利 这么客气干吗 你能来就是给我最大的礼物了 雨萱 你也来了 我还怕你不来呢 你这一来简直让我的画展是彭壁生辉啊 你这么客气干嘛 既然你邀请了雁诚 我就算再忙 也会抽出时间来陪他的 对了 雁诚哥哥 这次我还邀请了冷伯伯和一位贵客 就等着你来呢 走吧 我带你去见他们 好 这边 老先生 您好 想必您就是吴维大师吧 吴维大师 您好 晚辈顾雁诚 祖父和家父都给我看过您的照片 说您是我学习的榜样 听说您封道多年 没想到今天能在这儿见到您 对对 听冷前先生说了 你是顾家的后人 而且你拿了一块他的极品其实 听说要参加这次的金雕奖 这还多亏冷先生割爱 这块石头 还是我们俩一起逃回来的 对了 我听了你那番关于石头灵魂的说法 很不错啊 年轻人 多谢前辈 晚辈定会更加努力 老家伙 别白婆 对这么优秀的年轻人 应该多给点指导意见 行 你都这么讲了 自然好说 贤侄啊 如果有什么问题 你可以直接过来找我 虽然隐居在山里 等着大门 一直为你打开 两位伯伯爱护这位雕刻界的后起之秀 又可别把我忘了哦 我还是个新画家 很需要你们这些前辈 还有这位雕刻天才的指导呢 我的男人是很优秀没错了 但我也不差好吧 你这丫头 今天我跟冷前伯伯过来 不就是为了你这个事情 对啊 看看你到底有没有进步 在国外有没有不务正业 我才不会呢 我可是按照你出国前的吩咐 不断地努力精进的 不过今天我的那幅压轴作品 你们可得好好帮我提提意见了 你放心 我们不会寻思的 对对 那我们这边去 好 我现在走 应该来不及了吧 雨萱 我来不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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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